好了孩子们 在最后这一块呢 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牛的牛人 这个牛人叫谁呢 这个牛人叫阿基米德 来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是一位最后青男 国民前二八七年处于西西里岛 续拉古城的一个贵族家庭里 同学我就喜欢思考 交流 非常自处游学 没事研究研究科学 高科小发明 学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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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成了Superstar 可能是因为我的头衔 贡献 著作 故事 传说差不多有点多的缘故了 我在力学 体和学 功能学 天文学的领域 都留下了小脚牙 无聊之余呢 决选了论学和原著 原的度量 原来等几个本数学或科学的小册子 大概也就几百万字吧 结果后人都说我是著名的学学家 数学家 物理学家 经理学和流体经理学的剑基人 其实 我知道我做的还很有限 拜拜 我是你的粉丝 我喜欢你了 给我们讲讲你的世界吧 好的 有一天国王先学来朝做了一个网关 不过有件新型奖蒙他 往里面参加 胡闹了许久也没有解决 于是让我来鉴定 我洗得早 词诚中就搞定了 至于那个精将嘛 还有一次 我主装了一套机械 让国王轻松把一艘巨型战船拖入海里 国王惊讶不已 他只对我言轻递从 所以我没事 也在国王面前吃着小牛 比如 只有我一个支点 我能射起地球啥子 晚年的时候 罗马人开始入侵我们的家园 于是我开始制造各种雕悍的武器 包括把敌人打得哭点喊点的投射机 能将敌战机挤 并到这个牵爪式起动机 有一次 城中的战士都外出作战了 结果突然敌人来袭 我灵机一动 是要令老龙俘虎待着城墙 利用镜子绕着敌军船 放下了敌人的狗眼不说 还点着了好多的船 后来人们都夺我当成了利用太阳能的野独 由于击撤了太多次敌人的进攻 后来敌人听到我的名号后 都向着心灵反战屁股尿流 作为这就像三国时期和飞机战之后的东吴人 听到了张辽的名号一样吧 在我75岁的一天 罗马人又来工程 而我当时正在先研究一道奢奥的数学题 瞬间在其中的感觉就是太美妙了 直到一个愚蠢的罗马时机闯入 并践踏了我画的图案 我愤怒地和他争论 没想到他居然不认识我 还执行了手中的战刀 就这样我去你住了 在我死后 罗马将领唏嘘不已悲痛异常 严肃处理了精心的士兵 寻找并服侍了我的亲属加战 从事克自礼杯 以表达对我的敬仰之情 悲伤客的 这是我生前希望留下的主案 圆柱体内窃球 这可是我引以为傲的位一大发现 球的体积和表面积 都是外星圆柱体的三分之二 怎么样 听了我的故事 感觉是不是有点小激动呢 当然了 不要迷连哥 哥 好回来了 孩子们 那了解完了阿基米德之后呢 我们来给大家讲 阿基米德的一个小故事 阿基米德在他的一生当中呢 有很多的科学发现 其中呢 就有一个根于他的传说 说阿基米德 这个跟这个皇冠的故事 说什么呢 说这个 国王啊 有一天给阿基米德出了一个难题 说 这个老阿 对吧 你来过量一量这个皇冠的体积吧 阿基米德那就啥了 哎呀 我会量长方体的 我会量这个正方体的 我会量圆柱体的 我会量这个各种各样的柱体的 这个皇冠 这个东东 国王你还杀了我吧 哈哈哈哈 国王说杀了你干嘛 一天算不出来 一天打五十板子 结果呢 你看阿基米德 浑身就被打得浮中 是吧 直到有一天 他想了想了 这个哎呀 好身心疲惫啊 然后呢 他就写个扫 结果在他洗澡的时候呢 哎 当他把他这个 拥拥的身体 往这个澡盆里一放 这个水哗哗的往外流啊 哎 这时候呢 突然啪唧 灵光一闪 哦 懂了 突然日间他懂了 懂什么了 同学们 哎 当你把一条大腿 啪啪 迈进去的时候 那条水哗出来了 哎 这个出来的水 就相当于什么 哎 这个排出的水 是不是就相当于 阿基米德的 是吧 老阿的大腿啊 腿怎么起啊 差不多这个样子吧 是吧 所以当他再迈进去大腿 哗 又出了些水 当他把屁股 扒进去的时候 哎 这时候是不是就应该 等于屁股 加两条大腿了 对吧 好 还能就我懂了 那这样的话 那太好了 这个皇冠 往这个澡盆里放 那不太合适 对吧 所以呢 他就做了一个 哎 你比如说做了一个 正方体的容器啊 正方体的 正方体的一个杯子 你把它放满水 放满水 这个的容积 我是会量的 对吧 然后呢 哎 我这时候拿着这个皇冠 你给我进去吧 不是 沉底 它沉底了 刚才那个装满水的容器 会怎么样 哗哗的 是不是往来流啊 等它不流了 哎 你拿根蟹 拿个鱼勾 把那个皇冠勾出来 勾出来 然后那个水面 就会怎么样 哎 降下去 对吧 哎 你降了多少 那说明什么问题啊 哎 你的皇冠的体积 是不是就多少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个办法叫做排水法测量不规则物体的体积 叫做排水法测量 我喜欢倒着血 你管着吗 这叫做排水法测量不规则物体的体积 所以有一天 如果你妈说这个让你测一测鸡蛋的体积 啊 你别真去量啊 这玩意是左难量啊 对吧 哎 你找一杯子 你比如说你找一瓶啊 这个瓶 你不五百五吗 找出那个五百五的刻度线来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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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剪开 然后把鸡蛋放进去 水是不是溢出来了 你注意啊 得是满的啊 你不能说空的 你这是空的 你扔进去 它是不是它也不满溢啊 空的其实也能算啊 过会我们就知道 你再剪开 哎 你正好满了 哎 我把鸡蛋脱去 溢出来了 拿出鸡蛋来 下去一块 对吧 下去了多少 那是不是代表了鸡蛋体积就是多少 是这样的吧 哎 我们利用一个体积相等啊 好 老阿的事情 是吧 老米的事情 是吧 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说说我们的题目 来看这儿 说在一个肠王体的容器 从里边 凉 啊 这不是倒啊 是从里面凉啊 底面是12平方分米 高是1.5分米 里面装有一分米深的水 放入两块石子之后 啊 石子完全进入水中啊 注意的 完全进入水中啊 你不能撑个头 对吧 你老阿进到那个灶盆里 喷我露一头 然后老阿说 哎 一头的水是我的体积 什么你的体积啊 是你没头的体积 对吧 所以得完全进入啊 要注意这个词啊 得完全进入 水面升高了0.2 3米 那么这两块石子的体积 是多少 哎 应该怎么做 哎 这个水没排出去 对吧 没排出去 没关系 哎 只要是完全进入 对吧 哎 水的变化 或者叫做 嗯 叫什么 啊 容器 气怎么写 今儿图老师语文 有点弱啊 主要是碰到了 老阿同学 是吧 可能就不太会写中文了 啊 容器的变化 是不是就等于 十字的体积啊 对吧 容器的变化是什么 升高 高度变化 对吧 所以你升高的这部分 事实上就是什么 十字的体积 因此 十字 体积 就应该等于啊 哎 我觉得你这个图都不用画啊 原先的页面在这 是吧 啊 这是1.5 后来升升了0.2 其实上升这块 是不是就是石头的 嗯 那就是上升这块就是 底面积是12 高度是0.2 所以体积是2.4 就是这个 哎 利方啊 利方 他也他 我还是一个很有追求的老师啊 对自己还是严格要求的 对同学们要求的就更严格了 哈哈哈 是这样了吧 所以我们可以写答 十字 体积 啊 2.4 利方 三 可以了吧 啊 记笔记同学啊 记笔记同学啊 前面这句话一定要记下来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四个字 必须是完全进入啊 你不能露着头 露着头的话 那就不能说明是你的体积了 对吧 那是没头的体积 对不对 好了 不说这个了啊 这是我们第五题 来看下一个 一个正方体的玻璃容器 从里边量 底面积的棱藏为两分米 下容器内 倒入5.5升的水 再把一个苹果浸没在水中 这是梁德 容器内的水深是15厘米 呃 这个苹果的体积是多少 咱们先别着急啊 我们来先一点点醒啊 咱们这个给出了两部分条件 先倒水 后放苹果 是吧 咱们先来想想 当它把水倒进去之后 它的这个页面高度 你能求吗 哎 我们知道所有的柱体的体积 V都等于 底面积 成型高 体积有了 能长有了 能长有了 是不是底面积有了 对吧 那所以咱们把体面积先写出啊 底面积应该等于 呃 二乘二 应该是四 平方分泌啊 好 底面积有了 然后呢 倒入5.5升的水 倒入5.5升的水 5.5升是不是 5.5立方分泌啊 所以它的高 我们就可以除了 高应该是 5.5 去除以四 5.5 5.5 除以四 这里列数是了啊 我也不会算 37 28 是吧 1.375 它这个地方呢是厘米 厘米 没关系一会再说吧 厘米化成分米吧咱们都是分米 化成分米的话是不是应该是1.5 分米啊 你发现它原先的高度是1.375分米 后来把这苹果放进去之后呢是1.5分米 那算明升高了 升高了是不是0.125分米啊 那升高的这块是不是就是苹果的体积啊 对吧 升高 0.125分米 所以苹果的体积 就应该是 底面积是4 0.125 如果0.125你这个分数比较熟悉的话 它应该是几啊 1% 8分之1乘以4的话应该是1.2分之1 对吧 2分之1 还是挺符合的就是0.5立方分米对吧 好大一苹果呢 0.5立方分米 0.5立方分米是不是就500毫升了 就是一瓶水啊 这干下去就吃饱了 我这个地方写不开了啊 我就不写杂了好吧 就是0.5立方分啊 真写不开了 好吧 好了 那这样的话 咱们这道题是不是也就算是结束了 嗯 现在对我们这个排水法 对这个体积变化 就是我们侵入水中物体的体积这个事 那明白了吗 好了 还得慢 讲到这呢 咱们就所有内容都讲完了啊 这节课呢 其实更多的是不是带领大家复习了一下 我们表面积体积的公式啊 嗯 关于表面积和体积呢 重点还是在体积上啊 表面积我觉得还好 对吧 那么在体积里边 一个是注意题的各种单位 注意一定要跟实际生活相关联啊 第二个呢 公式我也不必多说 对吧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老阿的问题啊 阿基米德的问题啊 阿基米德告诉我们什么事 当你泡在澡盆里的时候啊 如果你是 嗯 特地的 安全 那这时候 溢出的水 或者叫做 升高的水 是不是就你的体积啊 对吧 你要注意啊 必须 四个字叫 完全 进入啊 必须是完全进入啊 这时候呢 你容器内的体积变化 是不是就等于我们不归则物体的体积啊 对吧 或者呢 用我们通俗的话讲 老阿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或者就 就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通过排水法 是不是我们可以测量出 不归则物体的体积啊 试试个道理不 好了 我都说了 今天咱们这一课就上到这 想题啊 这啥呀 还第五是他 第三啊 第三啊 哎呀 看来老师跟外国人感觉到还是有点问题的 是老师错别字的 好吧 今天咱们就讲到这 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吧 下节课继续啊 继续来讨论咱们的 那个常常体 好吧 say拜拜 别忘了给老师点个评啊 点个评之后 你能不能不写好处的评 你能不能说一说 附老师这一课讲什么东西 说一说你这一课 掌握了什么东西 对吧 说一说这一课 你对谁 印象 对这一课 追啊 抄我写一积续啊 好了 拜拜 再见 再见